你看佛经常告诉我 灾难从哪来的 水灾 贪心所干的 现在这个世界哪个不贪 而且这个贪心是没有止尽的 没有止尽的 贪在干的是水灾 那么像洪水是没有止尽的 会把大地都淹没 我过去住在澳洲图文堡 这个城市是在山顶 决定不可能有水灾 居然前年发生了一次水灾 还死了几个人 损失很严重 我没有在那个地方 以后我看到市长 我向他请教 这图文堡的水灾是怎么会死去 他告诉我 雨下得太大 太急 虽然在山顶上 它水灾一下流不下去 一个小时就流光了 就没有了 所以灾难的时间很短 一个小时 但是损失很严重 水淹掉一层漏 这个也是人心所干的 现在这些年 我们在那里住了13年 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温馨晚会 跟这些朋友 特别是这十几个宗教 他们都会到我这来用晚餐 来聊天 或者是给大众 讲几句话 宗教团结起来了 人心变善了 大家都有个愿望 我们把这个城市 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 多元文化 和谐示范城市 有这个念头 这个地方不会再有再难了 真难得 这一次我们在巴黎的活动 图文巴宗教代表团参加了 在大会做报告 而且主动邀请 领候过这一些 大使代表们 到图文巴去参观 去考察 去指教 好吧 所以今天主要问 哪个地方安全 你就看 哪个地方的人心 贪嗔痴慢疑 这个分量不够 这个地方 在那就少 如果 这五种 在佛话叫五毒 贪嗔痴慢疑 五毒 最不好的念头 如果这五种很严重 人数很多 都很坚固 这地方灾难就重 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 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 确实有体验 真有感应 大水 国泰明暗 要注重什么 要注重 能力道德英国的教育 只要把这三种教育 叫好 这地区 这地区烧灾烧难 这是真理 在历史上找到证据 那国家 地方要重视 能力教育 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 只要这三种教育 搞好 天下太平 那这是中国 列代帝王 姑姑都知道 他要重视 社会就难点 就繁荣 他要是疏忽 就会出乱 如果自己 不遵守 伦理道德 会造成乱世 这国家会灭亡 那政权 会有人 取而代之 那取得政权的人 他一定恢复 伦理道德 英国教育 他一定恢复 他只要一恢复 又有一段 长治九安的 盛世出现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这不是假的 阿 阿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你 感谢观看